八年前我們都被說服他是一個弊案 可是八年後好像又不太像是 因為主棋士的人的態度是變了 所以我們會講就是說 確實也給我們一個教訓 就是說事實沒有呈現得很清楚的時候 就貿然的論斷 那恐怕也不是一些正確的一個做法跟想法 所以我們才會有想法說 把一些相關的紀錄資料 都公開來 讓大家本於事實 那各自去認知 辯論 討論 這樣是不是會對社會的傷害 會減到最低 這是我們第一個期待 部長我們想要先請問一下 你剛有特別提到說這個防火防災要安全嗎 那爭議你是看不懂的 那你也提到說 其實應該要怎麼做 那遠雄應該把這個事情做好就可以 不過 之前我們看到柯市長他有提到 他覺得說這是 他槓上內政部 覺得這是 為了 政黨的利益 來犧牲這件事情 那你覺得這個有道理嗎 謝謝 公共事務的討論 一下就把他升高到政黨的一個 惡鬥的情況 我想是不恰當的 就是我這邊要來想要了解 就是說未來 就是說到底 市府跟遠雄 有沒有要求他們做 那遠雄如果覺得不宜 我剛才講過 如果覺得方法不好 趕快提出來 覺得方法好 那就趕快做 那台北市消防局會就他的計劃 就這樣相關的一個排煙的一個 測試 還想速度就會加快 我想說 將來 如果我們能夠 入主到 台北市的話 我們不會用這樣子口水戰 來取代 我們實際的一個進度 不好意思這邊有兩題提問 第一題是 阿中市長 阿中部長這邊 連續兩場的政策 記者會上次是內湖交通 這次是大巨蛋 都是柯市府任內 非常棘手的問題 是鎖定柯市長的痛點來做嗎 來這個 我們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多年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我沒有上任的時候 我們就面對 我們就提出解方 然後供大家一起來討論 那在還沒有上任前 我們的政見 大家可以批評討論 我們也可以根據大家的意見 大家一起來做滾動式的檢討 讓我們 一上任就上手 立刻替市民解決問題 我們今天已經講過 我們就現在 現有的問題 把它做一個徹底的解決 讓他 能夠打棒球 先來打 先符合當初設立的一個 出發心 出發心 那未來有任何的美化精進 我們都一步一步的來 但目前我們今天提出來的 我們就要讓大家能夠安心順心的去打棒球 然後大家在看棒球去參加的時候 也能夠在安全無遺的情況 然後第三個 這歷史的傷痛不要讓他再延續 你先把這個問題先解決 多少才叫做優先 第一個 但這個裡面算不算一個弊案 八年前我們都被說服他是一個弊案 可八年後好像又不太相似 因為主棋式的人的態度是變了 所以我們會講就是說 確實也給我們一個教訓 就是說事實沒有呈現得很清楚的時候 就貿然的論斷 那恐怕也不是一些正確的 一個做法跟想法 所以我們才會有想法說 把一些相關的記錄資料 都公開來 讓他本於事實 那各自去認知 辯論討論 這樣是不是會對社會的傷害 會減到最低 這是我們第一個期待 第二個是不是能夠打棒球 那當然棒球的場地 任何運動的場地 這是一個專業的 非常專業的事情 我們不會用 不是專業人來做球場的一個管理 我們也不是用一個 非專業的人來做球場的一個設計 這球場的設計 管理 安全 整修 這都是專業的事情 我們當然會跟專業的討論 交給專業的團隊來做 然後第四個 第三個 就到底怎麼樣才是一個 適合的一個 像目前這樣 我們是覺得少了一點 但我們希望說能夠有一個 常駐的一個棒球隊 不過這些 都要有相關的一些 有意願 我們現在沒辦法強迫球隊直接來進駐 但未來跟中華支棒 還有相關的一些棒球隊有興趣的 我們可以來 那政府 但會站在協助的角 的角度上 讓他能夠辦得越順暢越好 畢竟 這個大軍彈 我講我們當初設定的出發心 就是要辦 棒球比賽 讓大家看得安心 看得快樂 政府一定要在上面做協助 這個角色 我們不會忘 有人質疑現在 部長會不會用挾著這個行政資源 在打選戰 尤其在紓困 預算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 比較像是在振興 那 這部分會不會是振興 然後您就挾著 資源 然後來打 被市長的選戰 我們還是在 講一次 我現在 就是一位候選人 沒有任何一個官職 也不是副市長 也不是立法委員 所以這種所謂的相關的公務的預算 跟我是 完全